22岁苏州男子被毒蛇咬伤去医院救治 医生焦急询问是被哪种毒蛇咬伤 小伙口吐鲜血却依旧鬼话连天 最后这位小伙子宁可被蛇毒折磨的器官衰竭 依旧是满嘴抛火车 等到真相解开后 这位苏州小伙已经失去了救治的必要了 只能含恨离开人世 那么为什么这位小伙宁死都不愿意对医生说实话呢 他的内心到底潜藏着什么样不能为人所知的秘密 据悉这位被毒蛇咬伤的小伙子名叫小叶 现年22岁平日里不务正业 早就辍学在家 但是酷爱养蛇 还把蛇当作是宠物把玩 有事没事就喜欢把玩毒蛇 而且小叶有一个特殊的品号 他从不养无毒的蛇 家里的毒蛇全是剧毒毒蛇 哪一条拿出来也能随随便便致人死命 但是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一天下午小叶就因为将一条毒蛇盘在自己的脖子上 而被毒蛇所咬 被毒蛇咬伤后 小叶不敢大意 赶快打车 去往了附近的一家三甲医院接受就知 但赶到医院后 小叶的举动却相当的迷茫 当时医生知晓了小叶的伤势 赶忙为其检查了身体 并询问他是被哪种毒蛇咬伤 但小叶却眼神迷离 说话结结巴巴 坑了半天 回答是腹蛇所咬 医生一听立马放松了心情 因为医院里一直都留存着腹蛇蛇毒血清 只要被患者紧急注入抗蛇毒血清后 静养观察一段时间就可痊愈 但小叶却临时反水 22岁苏州小伙为了吹牛 竟硬着头皮把毒蛇盘在脖子上 被咬伤救医后 却对医生鬼话连天 一句实话也不说 结果错过了救治时间 以至于气节身亡 难道这位小伙 只是为了面子 不愿意说实话吗 当医生将腹蛇毒血清 从医药库中取出 做好了一系列注射准备后 再次询问被咬伤的小叶 是否确定为腹蛇所伤 小叶这个家伙躺在病床上 又是摇头又是点头 却不再言语了 这一系列操作把医生都看呆了 准备注射的医生 看出了小叶心有顾忌 没说实话 就劝说他别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但小叶依旧满嘴谎话 有的没得乱说一通 起初医生们只认为 小叶是被蛇毒所伤出现的 一时模糊 但是当医生询问小叶 其他事情的时候 小叶却对答如流 小叶根本就没有一时模糊 此时小叶虽然已经大口大口吐着鲜血 但依旧不说实话 渐渐晕厥了过去 医生先抽了小叶的血液 送到检验科去化验 然后联系了小叶的朋友 而他的朋友将咬伤小叶的毒蛇 直接提到了医院 没想到医生直接被吓得花容失色 这哪里是什么腹蛇 这是大名鼎鼎的魁蛇 是印度物种 不是我国的毒蛇 医院根本就没有魁蛇蛇毒血清 于是医护人员赶忙联系了附近的医院 寻求魁蛇蛇毒血清 功夫不负有新人 魁蛇蛇毒血清被专机送往苏州 可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小叶还有救吗 年仅22岁的苏州小伙 竟因为在朋友面前装毒子 将毒蛇盘到脖子上 被咬伤就医后 还死要面子活受罪 对着医生满嘴鬼话 结果引恨西北 当抗蛇毒血清被专机空运与苏州后 小叶全身器官已经衰竭 呼吸困难 靠着呼吸机勉强维持着最后一口气 全身器官和组织 已经被蛇毒破坏的七七八八 此时医生断定 小叶已经失去了 注射蛇毒血清的必要性 但是奈何小叶的家属 强烈要求注射蛇毒血清 医生死马当活马医 将昂贵的魁蛇蛇毒血清 注射到小叶的体内 果然不出医生所料 药效还未能完全发挥 小叶已经离开了人世 事后小叶的朋友说 这条毒蛇是小叶托人从国外走私到国内来的 小叶之所以不对医生说实话 就是因为不想让自己参与走私的事 被外人知晓 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也在担心法律对自己追责 听完小叶朋友的分析后 家人对于小叶的做法是一阵唏嘘 就算被救活 然后又被法律追责 那也得保命要紧啊 再说了 明明知道这种毒蛇有危险 为什么就是要去挑战一下 难道是活腻歪了 屏幕前的各位 对小叶的做法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 留下自己的看法 记得把免费的关注和赞点一点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